大家好 欢迎来到民间故事会 分享不同的民间故事 传递正能量 话说古时 幽州城有一个溪柳镇 此地衣山傍水 风景秀丽 乃是一处风景极美地 绝佳圣地 俗话说得好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此地的百姓们家家户户都以打于种田为生 赵老汉的家就住在西柳镇的北边尔 赵老汉和妻子以种田为生 家中的生活过得很是拮据 不过好在他们只有一个儿子 名叫赵天宝 一家三口虽然不富裕 但是相处得其乐融融 这一年 赵老汉看着儿子赵天宝已经十二岁了 是时候该让他学一门手艺 将来以便于养家糊口 于是赵老汉就把赵天宝送到了镇上的木匠家中当学徒 值得一提的是 赵天宝在木匠方面很有天赋 学东西都比别人要快上不少 这让赵老汉非常的欣慰 两年之后 赵天宝出师了 赵老汉则拿出了身上所有的积蓄 给赵天宝在正在正在北边开了一个木匠铺 由于赵天宝手艺很好 而且平日里价格公道 所以有很多人都愿意来赵天宝的木匠铺打家具 久而久之 赵家也因此变得家境殷实了起来 可是俗话说得好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就在赵家蒸蒸日上的时候 赵老汉却因为去山中放羊 一不小心跌下了山崖 虽然捡回了一条命 但是却落得个终身瘫痪的下场 赵天宝是个大孝子 他不忍心看着赵老汉 就这样每日瘫痪在床 于是拿出了家中所有的积蓄 请便明依为赵老汉医治 可是没想到的是 虽然钱花了不少 但是赵老汉的病却丝毫没有好起来 这一年 赵天宝17岁 赵老汉觉得儿子也已经老大不小了 是时候该给他娶妻了 于是他让妻子去镇上托媒人 给儿子说亲 赵天宝的母亲来到了镇上之后 把此事给媒婆一说 媒婆却面露难色地说道 爱 按理来说 这赵天宝长得也是一表人才 还有木工手艺在身 娶妻倒也不是男士 可坏就坏在他那父亲瘫痪在床 每日里还要有人伺候 一般人家的女子都不愿意嫁过来呀 赵天宝的母亲听了媒婆的话之后 也是叹了口气说道 我也知道我家的情况 但是我还要请您帮着多看看 若是有女子愿意嫁过来的话 无论她开出什么样的条件 我们都会满足的 就这样 赵天宝的母亲离开了媒婆的家 回到了自己家中 可是半年都过去了 媒婆那边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此时 赵家人也明白 赵天宝娶媳妇八成是没戏了 赵老汉看着儿子娶不到媳妇 心中也是内疚不已 他每天都念叨着说道 爱 如果不是因为我的病 你应该早就娶妻生子了吧 都怪我 都怪我呀 每当看到父亲这样说 赵天宝都会安慰父亲说道 爹 您不必这样说 俗话说得好 缘分天注定 现在没有女子想要嫁给我 是因为缘分还不到 缘分到了的话 该来的都会来的 看着儿子如此懂事 赵老汉和妻子也是感到极其欣慰 这一日 天上下着大雨 所以赵天宝在家中休息 并没有去木匠铺 吃过早饭之后 赵天宝和父母坐在房檐之下聊着天 突然看到一个女子来到了赵家的院子外面 这女子浑身湿透 看上去狼狈至极 赵天宝的母亲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人 看到女子这个样子 赶紧把她叫了进来 不光如此 母亲还拿来了干净的衣服 让这女子换上 并且还给这女子 端来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饭 女子向赵天宝的母亲投来了感激的目光 随后 便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经过交谈得知 这女子的名字叫宿瓷 乃是宾州人士 只因为家中遭了难 所以来投奔亲戚 可是亲戚已经搬走了 无奈之下她不知何去何从 只好在破庙之中 暂时居住 可是今日却突然下起了大雨 破庙之中也开始滴滴答答地露起了雨 宿瓷迫不得已之下 只好走了出来 看看哪里有遮风挡雨的地方 赵天宝等人听了数次的经历之后 都觉得非常同情 而此时 赵天宝的母亲对宿瓷说道 你这姑娘实在是太可怜了 我们家虽然不够富裕 但是遮风挡雨的地方还是有的 要不你暂时留在我家居住 等日后你找到了新的住所 再行定夺也不迟 就这样 宿瓷留在了赵天宝的家中 居住了下来 值得一提的是 宿瓷不仅人长得漂亮 而且收拾家务 洗衣做饭样样精通 赵天宝每次回家的时候都会发现 宿瓷已经把饭菜给做好了 不光如此 他还能够帮着赵天宝的母亲 一起下地干活 这让赵天宝心中 对宿瓷多了不少好感 时间一晃 一年过去了 宿瓷在赵天宝的家中 生得赵家人喜爱 尤其是赵天宝 经过这一年多的相处 赵天宝觉得自己 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宿瓷 不过喜欢归喜欢 赵天宝依旧没有向宿瓷表达出自己的心意 因为他觉得自己家中的情况 实在是配不上宿瓷 替宿瓷包扎 忙活了好一会儿 血终于止住了 此时 赵天宝这才长长地输了一口气 看着宿瓷娇羞可人的模样 赵天宝突然心咚咚地跳了起来 随即脱口而出说道 宿瓷 你愿意嫁给我做妻子吗 说完之后 赵天宝这才反应了过来 自己究竟说了些什么 当即 有些尴尬地挠了挠头 可是令赵天宝没想到的是 宿瓷居然红着脸点了点头 说道 好啊 这下可把赵天宝给高兴坏了 他没想到 宿瓷居然也对自己有意 于是他转身跑到了父母的房间 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父母 赵天宝的父母听了以后 也是非常的高兴 连连说道 我们家天宝可真是有福气啊 居然能娶到像宿瓷这般心灵手巧 而又温柔贤惠的女子做妻子 就这样 赵天宝和宿瓷在半年之后成亲了 成亲之后 二人举案其媒 相敬如宾 过着神仙眷旅一般的生活 当地的乡里乡亲们 看到这二人如此恩爱 都是羡慕不已 可是好景不长 最近一段时间 宿瓷老师时不时地晕倒 不光如此 他每一次晕倒的时间越来越长 赵天宝看着宿瓷这个样子 非常担心 因为最近这几天 他居然晕倒的时间长达一天之久 赵天宝曾经请了很多的大夫给宿瓷医治 可是大夫都声称宿瓷身体很好 根本没有任何疾病 至于为什么时常晕倒 他们也不知道原因 就在赵天宝束手无策的时候 邻居王大叔突然告诉赵天宝一个视儿 他对赵天宝说 离此地一百多里处有一个龙虎山 传说山上长着一株神草 这神草的颜色乃是紫色 而且生长在龙虎山的山顶之上 要是有人换疑难杂症 吃了这神草熬成的汤药 就会转危为安 不过这也只是一个传说罢了 要知道 那龙虎山上非常凶险 平日里经常有野兽出没 就连猎人都基本上不敢去那里捕猎 赵天宝听了王大叔的话之后 沉思了两久 难难地说道 即使是刀山火海 只要有一线希望能够救宿瓷 我也会去的 就这样 赵天宝收拾好了包裹 辞别了父母 一个人去了一百多里以外的龙虎山 进了龙虎山之后 赵天宝觉得这山上一场的安静 就连风吹草动的声音都没有 这使他不觉得有些害怕 不过一想到妻子还在家中等着他 他就有莫大的勇气 继续朝着山上行走 可是天已经慢慢地黑了下来 赵天宝这才抵达了龙虎山山顶 所幸的是 赵天宝一路走来 并没有遇到野兽之类的东西 他在山顶上找了许久 都没有找到王大叔口中所说的那株神草 又累又困之下 赵天宝靠在一棵树下 沉沉地睡了过去 迷迷糊糊之中 赵天宝听到周围有稀稀锁锁的声音 赵天宝第一时间觉得是不是有野兽要过来了 于是他赶紧睁开了眼睛 警惕地看向四周 可是野兽没有发现 他却发现旁边站着一个须发结白的老道士 这倒是看见赵天宝睁开眼睛之后 立刻走进了赵天宝对他说道 我知道你上山来是为何事 你现在就将这株草药带回去 熬成汤药 可以治你妻子晕厥之症 道士说完之后 从袖中掏出了一个长方形的小盒子 递给了赵天宝 赵天宝打开小盒子一看 里边果然放着一株草药 这株草药和王大叔描述的一模一样 看着这株草药 赵天宝立刻拱手向那道士鞠了一躬 可是道士却白白手对他说道 这山林之中野兽众多 赶快下山去吧 就这样 赵天宝带着草药下了龙虎山 连夜朝着家种的方向赶去 第二天上午的时候 赵天宝终于抵达了家中 他也来不及和父母说话 直奔厨房去熬药去了 熬好药之后 赵天宝赶紧给妻子宿慈服下 说来也是奇怪 自从宿慈服下此药之后 他的晕厥之症也再也没有发作过 二人一直过着平平淡淡的幸福生活 可是这一日 赵天宝从木浆铺回到家的时候 发现屋子里边冷冷清清的 按理来说 平日里赵天宝的妻子宿慈 早就把饭菜给做好了 可是今日却如此反常 赵天宝第一反应就是 宿慈是不是又生病了 于是他赶紧跑向了卧房 可是令赵天宝没想到的是 房屋之中并没有妻子宿慈的影子 而是有着一只硕大的白兔 这只白兔足有二尺之长 额头上还有着一个复杂的红色印记 赵天宝看到白兔的这个样子 觉得一定是白兔把妻子宿慈给吃掉了 于是他抄起放在旁边的棍子 就准备朝着白兔打去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突然从外面传来了一声助手 赵天宝下意识地转头看去 只见当时给自己神草的那个老道士 不知何时站在了门外 那老道士看着赵天宝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赶紧走进了门来 他对赵天宝说道 你这傻小子 你的妻子就在眼前 你怎么就不认识了呢 赵天宝听了以后 惊得目瞪口呆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面前的这个白兔居然是自己的妻子宿慈 老道士看着赵天宝疑惑的眼神 缓缓地给他讲出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原来宿慈乃是山中修炼多年的白兔 在一次下山的时候 偶然遇到了赵天宝 所以对他心生爱慕 但是当时的宿慈修为很低 根本没有办法化为人形 正在苦恼之际 宿慈突然看到山中来了一位老道士 那老道士正在追捕一个作恶多端的虎精 虎精显然不是老道士的对手 被老道士打得节节败退 不过这虎精向来狡诈 宿慈分明看到那虎精虽然表面逃跑 实则是想要把老道士引入自己的地盘 宿慈看到这个情景 赶紧出言提醒老道士 也多亏了宿慈的提醒 老道士这才醒悟过来 使出了浑身解数 这才把虎精给收服了 后来老道士看到是一个白兔帮助了自己 心中对白兔很是感激 于是蹲下身子对白兔说道 你这小家伙还真是机灵 我看你修为尚浅 现在只能口吐人言 应该还不能化为人形吧 既然你帮助了我 那我也帮你一程 说完之后 老道士递给白兔一个药碗 白兔吃了之后 居然摇身一变化为了一个十六七岁的妙龄女子 而这个白兔就是宿慈 可是虽然宿慈可以化为人形 但是和耐修为太低 所以时不时的都会晕倒在地 老道士知道此事之后 特意给了赵天宝那颗神草 暂时缓解了这种症状 可是今日乃是育人之夜 宿慈又恢复了原形 赵天宝听完老道士的话之后 惊得目瞪口呆 不过 他并没有因为妻子是一只白兔精 而感到害怕 反而非常担心地问老道士说道 那他的身体今后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只见那道士呵呵笑着对赵天宝说道 算你小子还有点良心 放心吧 他只是每年的八月十五会现出原形 其他时候已与正常人无异了 赵天宝听了道士的话之后 长长地输了一口气 道士看到赵天宝的样子 点了点头 然后对赵天宝说道 你的父亲瘫痪多年 我这里有一颗药丸 你给你的父亲服下 三月之后他就会痊愈下床的 赵天宝赶紧伸手接过了道士的药丸 然后拱手对道士鞠躬致谢 可是说来也是奇怪 当赵天宝在抬头的时候 道士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赵天宝把这药丸给父亲服下 值得一提的是还不到三日 父亲居然从床上坐了起来 三日之后果真能够下床行走 看着父亲又恢复了原来的健康状态 赵天宝口中喃喃地说道 真是谢谢道长了呀 从此以后 赵天宝再也不用忧心 家中父亲没有人照料 他知道妻子贤惠 而父亲生活也能自立 于是把全身心的精力 都投在木匠铺的生意之上 短短五年时间 赵天宝就成为了镇子当中 有头有脸的人物 一家人过得非常富足而又快乐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您看完后有什么收获 欢迎在下方留言 离开前不要忘了订阅 按赞、分享 感谢您的观看 期待下个故事与您再次相遇 请不吝点赞,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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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amy,订阅,订阅,订阅